好 再來看前駐美代表吳釗燮 他有個兒子 名字很特別 叫做吳迪 而在這次的大學指考當中 吳迪還真的是所向吳迪 不但是數學拿了九十分的高分 總分也高達四百六十分 渴望考進台大法律系 不過很多人都難以想像 吳迪兩年前剛回台灣念高中的時候 他的數學居然只考了七分呢 戴著黑框眼鏡 埋手苦毒 這位看起來相貌平凡的高三畢業生 名字卻很特別 他叫吳迪 還有個有名的老爸 前駐美代表吳釗燮 但是頂著明星外交官兒子的光環 吳迪剛回台灣時 卻遭逢人生最大的挫折 高二跟著爸爸從美國回來的他 因為國內學科念得更困難 讓他除了英文成績不錯之外 其他科目都慘不忍睹 連爸爸吳釗燮都看不下去 從美國回來的時候真的是很擔心 因為在美國的念書都是很輕鬆 很自由的 平常我都有拿這一本數學在算 然後假日我也會大概利用五到六個小時的時間 去運算這些數學 吳迪雖然是從高二才開始讀高中課程 但努力不放棄的精神 最後讓他在這次的指考大放框彩 不僅數學拿下九十分的高分 總分更高達四百六十分 有機會考進台大法律系 這樣的結果讓老爸看得也很欣慰 民視新聞 郭舒敏 古高數台北報導 總統 總統